本分局在111年7月10日受理現行民眾報案 稱其在今年1月間委託某開賣公司脫售古董商品 在7月間發現該公司人去樓空大門身索 我打起公司電話顯示為關機狀態 才發現該公司將其脫售之商品全數帶走並斷絕聯繫 驚訣有意向警方報案 本分局以傳萬相關人員到場製作筆錄以釐清案情 並積極修正整券報警指揮官指揮偵辦 同時呼籲民眾如有相關委託受害情形 並立即向警方報案 警方對於不法行為將依法重演重訴偵辦 受害人數準備 無法行為 既法官的最終情報案 主択行者